8月14日周五 美股收盘涨跌不一 但本周三大股指均路得涨幅 道指累计上涨1.8% 标普白指数累计上涨0.6% 纳指微涨0.1% 美国7月零售销售增长1.2% 较6月的8.4%大幅放缓 但零售销售总额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表明经济的主要部分 已经恢复到以前的趋势附近 疫情方面 美国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 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超过60万的州 面对南部和西南部 持续快速上涨的确诊人数 民主党要求对陷入困境的各州 提供约1万亿美金的援助 但遭白宫反对 双方在这一点上互不妥协 新一轮的联邦抗疫纾困刺激计划 陷入停滞 中概股爱奇艺股价周五下降11.16% 该公司表示 正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 SEC寻求获得2018年1月以来的财务和运营记录 还寻求获得与做空机构Wolfpack Research 在4月报告中提到的收购和投资相关的文件 爱奇艺称 该公司正在配合调查 并已聘请顾问进行内部审核 特斯拉获得摩根士丹利上调评级至持有 将目标股价从每股1050美元 上调至1360美元 在周二盘后宣布1比5拆股之后 特斯拉股价三天内已经上涨20%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